知否世事上邊 便還原是永恆 大家好 是我金家人 港人 and 港事 今天這段影片很短 八分鐘都不知道有沒有 因為這段影片是用來抽水的 抽什麼水呢? 沒錯 是私詠青 在影片開始之前 大家先聽這段錄音 這段錄音是沒問題的 其實是影片 是我的影片 是我說過的 去片 我覺得這位叫Edwin Wong的年輕人 能不能夠籌集到這筆資金? 其實我自己也不太相信 到五月的時候大家就知道 只要C3收到訂購 到時他又一定會公佈 但是 是否真的能夠如他所願賣個開心價呢? 我們便放長雙眼看下去 好 大家一定會認得我的聲音 認得我的聲音不要緊 這段影片還在我頻道那裡 沒有什麼人看 兩千多view 還沒改革的時候是這樣的 但是 這段影片一定要說 為什麼 因為施永青本來就是 在今年一月底 承認有人 針合購買AM730 他當時以相對近榜 很初步的階段來形容當時的情況 他當時指買家財力更勝自己 躺藥城市 除了AM730 還會和FINANCE730 將一同出售 希望AM730 賣盤作價可以達到2億至3億 是否很好笑呢 各位 我剛才那段影片已經回答了 我當時的影片就是 蛤? 行不行? 我真的不相信 我不相信什麼? 我不相信那位潛在買家 一間市場推廣公司 那個負責人 Admin Wong? 我查過底細 這位公司在國內某一個地點 但那個地點不是辦公地點 他這間公司就好像那些空殼公司 什麼都沒有 說真的 當時找到的資料極其有限 所以我就覺得 這人Admin Wong 據聞是施永清的女兒的同學 不知道有什麼連帶關係 然後就可以跟施永清談這件事 賣賣 現在就說賣盤作價可以達到2億至3億 我爬頭 AM730 怎麼可能值這個價 你賣到3千萬也太好笑了 是不是? 什麼有盈利嗎? 我不知道 說真的 這些姊妹 還有現在的姊妹 有機會 那個金融730 其實是一個YouTube媒體 香港人工貴 租貴 施永清也說過 AM730的盈利是極低的 甚至乎要自己拿錢頂住 那你憑什麼賣到2億至3億 我記得之前的報道不是2億至3億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的片 是說開心價的 幾千萬搞定 好了 當時 很多媒體 幾家媒體都訪問過 施永清 施永清說已經達成了口頭月議 將於今年6月前完成收購 第三季正式入主 未來3年會投放不少於2億 並增加一倍人手 強攻網上新聞 吸納數碼廣告 並希望稀奇打進內地市場 嘩 他那個相片 我沒有辦法不用初吼 用瘋狂線來形容 你沒事 香港的媒體走入國內 雖然我查的資料 這位Admin Wong 好像有國內的背景 但是 你什麼時候見過香港的媒體 進入大陸 是不是 當時那些媒體這樣報道 是不合理的 我自己記得 當時的媒體沒有這句 沒有打進國內市場 沒有這句 只不過強攻是電子媒體 例如Apps Youtube 諸如處女 老實說 我自己看 發展的潛在空間 極其小 為什麼呢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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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23日就通過了 不是通過 是已經通過了 23日就刊獻 刊獻 是否代表實施 不知道 對不對 剛剛 剛剛遇著剛剛 準備實施 23條 買家 現在就說 熟殺 好 怎麼說 蕭永青 剛剛 昨天 接受 新城 財資大道 訪問時透露 收購 AM730的人 給他一張 100萬的 支票作為 誠意金 這個 我沒有聽過 他好像說 當時說 這些初報 訂都未收 怎樣怎樣 最初是這樣 後期應該 少少口 收了票 票就是旗票 為什麼呢 為什麼旗票 如果不是旗票的話 現在就不會發現彈票 如果那時候給他那張 現金票或者 隨便入數 可以一個兩天就得到錢 現在就不會這麼悲哀 什麼意思 就是 因為別人給了那張 100萬元的支票 作為誠意金 然而那張支票 最近彈票 那張票就是旗票 為何是旗票 如果他不是旗票的話 中間就沒有空間 讓他搭雞鵬 那什麼意思 很明顯是刀仔 割大樹 打算拿著這件事 就出了圈錢 握錢 這傢伙 大家明白嗎 沒有了 真的 雞鵬答不成 那張檢查一字 不對演 哇 真的 我經常都說 有些老屁股 去到這些年代 不再是資本主義 是國內那種做生意經營模式 那就遇到老千 不過詩先生這次其實沒有虧錢 那就沒有了面子 他說 現在這張100萬元的支票是彈票的 暫時該收購 不會再談下去 他沒有披露買方身份 但就說該名人士 拿著說收購AM730 就周圍跟別人說 是不是 很明顯就是 打算用這個項目 就找老闆 很多人都是用這種方式 然後叫人投資 但其實他們一開波 就已經開著空投資票 說真的 詩永青 雖然這次沒有損失 但就沒有面子 起碼讓我出一條片 轉他 這條片 千多人都會看到 那怎麼辦 就讓我轉 最慘的是 1月的時候 我已經斷言預言 我不相信 這個Admin Wong 真的不相信 說真的那句 100萬都給不到你 那你就知道什麼事 你計算這條數 如果是1月這個時間 將期票可能因為過年 就開兩個月 去到1月20日開的 去到可能是3月18、19日入 我估計是這樣的 然後就想過年 看到很多人 對不對 有些人是有這樣的人脈 但是 發覺就是怎樣 這條Admin Wong 周圍拿買AM730這件事 可能找人投資 合作 誰知道沒有人騷擾他 當然沒有人騷擾 大哥 現在很多有錢人 有些錢都留在自己身上 怎麼亂花 大哥 而且就是 AM730 是媒體 01都說做不住 Chan LoC都說告急 請問 你AM730有什麼 那麼值得投資 現在香港23條 基本上就是說不得 扼殺香港的言論自由 老實說 做媒體下一步就是 23條就會出現另一種 捨不得 報不得 對不對 你的新聞下去下去 都是要唱好 唱得更加好 唱得非常好 當你唱壞的時候 你就糟糕 你怎麼知道那條紅線在哪裡 所以 賣不出 很正常 AM730 我個人認為 看看我準不準 遲些 遲些就會 所有那些 剪回庭 辦態 然後 只做網上 然後 如果YouTube 維持得到 維持得到 就繼續做 如果說話的空間 越來越窄的時候 他就收檔了 整間公司 結業 說真的 施永青說 想賣到兩至三億 我真的覺得搞笑 你收到五百萬六百萬 你就會脫掉 對不對 未來 你還想著 透過AM730 或者 Finance730 還要調政府 沒有二十三條 你只是把炮 有 我真的不信 你還有機會覺醒 醒了 你也不敢說 金家是我 有些也不敢說 是不是 我也要 現在 所以 蕭永青 老實說 這次你就老貓少數 不過 完全是我金家人 意料之內 今天這段影片就擺命轉他 那就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因為忍不住笑